一块钱一个的鸡骨架,放葱,姜,料酒,焯水捞出洗净,转入砂锅中 放点姜片,一次性加满热水,扣盖炖煮半小时 裙带菜一点点就能泡发出很多,它的含个烂是牛奶的十倍,切好备用 炖好的圆汤,把骨架捞出,然后放入裙带菜和豆腐,再煮五分钟 放盐和胡椒粉调味,最后再来点枸杞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裙带菜豆腐汤经济实惠,营养又全面